郭文贵首次记者会 报中国计划搞乱美国 中国富豪郭文贵在北京时间5日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记者会 披露中国要搞乱美国的计划 北京时间10月5日晚9点 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美国、日本等国主流媒体 以及多家华文媒体到现场参与了报道 郭文贵在现场表示 他的唯一理想是改变中国 实现他所谓的郭七条 他在现场散发了中国国务院办公厅 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今年4月份联合下达的高级别保密文件 其中提到江派和建峰等多名国安部警察赴美国进行执行工作 他揭露 为了渗透海外 中国政府除了蓝金黄计划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计划 第二个计划叫3F 这3F计划就是搞弱美国 搞乱美国 搞死美国 这个计划不是荒谬的 它是存在的 而且美国CIA、FBI等部门多日有听到有感觉 在了解 他还警告说 美国的自由基础正在被严重削弱 谈到朝鲜和问题时 郭文贵说 中国和朝鲜之间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是零 并且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美国政府 我相信他们还不知道的 有关中国和朝鲜的一些绝密信息 提供给美国政府 对于美国政府了解中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会有巨大的帮助 此外 郭文贵原计划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演讲被推迟 对此他说 昨天我和美国的政府部门也有见面 然后我就到了洗手间 我将用生命换来的这三个文件烧掉了 永远不会出现在世界上 郭文贵在提到新疆和西藏时还表示 他将会给美国政府提供事实 证明中国政府在新疆和西藏的所作所为比人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这次记者会由美国保守派报纸《华盛顿自由灯塔报》 记者比尔 歌词主持 郭文贵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中并没有惊人的新爆料 并且除了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之外 没有其他的资料佐证他的很多说法 与此同时 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升坤近日抵达华盛顿进行访问 10月4号 他和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共同主持了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此前有报道说 郭升坤可能要和美方讨论将郭文贵前返回中国的可能性